好,同学,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在主循环程式里面所显示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单数要显示小星 双数显示大星 好,那我们回到程式这里 在重复线次循环的这个主程式里面 我们需要做数字的判断 那这个判断呢,当然是判断我们的变数 判断这一个数字 这是我们刚刚设好的变数 好,那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好,那它要做什么判断呢 我们要判断单数或双数在数学上 是不是,如果是双数它可以被二整除 余数是零,对不对 那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个数字 把它拿来除以多少的余数 好,所以把这个数字拿来 把它放进前面 好,除以二 我们把二填进去 好,除以二的余数如果是零 所以我们还要一个判断是不是等于零 那判断都是在逻辑这边 这里有一个六角形的 六角形的就是判断四 好,我们把它拉出来 然后把前面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它出来的结果是一个余数 好,所以把它放在前面这一格 好,放在前面这一格 好,如果它等于零 表示这是双数,对不对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条件的判断 好,那如果呢 你要把它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讲 它是单数或双数显示的不一样 所以会有两种情况 那两种情况 你会在逻辑这边 会找到一个如果否则 这个就是两种情况的抉择了 那你就把它拿出来 好,那这个判断是就 就是这个六角形的 要把它放在这里面 好,它就会根据你的条件 去做判断 把它放进去 好,所以如果这等于零 那等于零表示它是双数 对不对 那双数的话就要放在那么这里 那所以那么这里双数要显示 大心,对不对 大爱心 好,那我们就去基本这里 找大爱心丢进来 好,那如果不是双数的话 那就一定是单数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放小爱心 小爱心 好,那所以这个是主体程式的部分 基本上它会根据你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单数 它就小心 如果是双数除以2等于0 它就会跑这个图案 好,那到目前为止 两个部分已经完成了 那最重要的那个感测器去抓 你有没有晃动的部分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计算的数量 那这个部分是放在第三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放在第三个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